小玉 他们都是因为你而死 每一条人命都是 因为你不听话 所以就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 你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要抓住我 大黎哥哥 我是你的小玉啊 你不是小玉 在梦境里你不是这样 真正的小玉 是我的娘子 永远跟我在一起 你不是小玉 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破墙而出吗 因为我就想看看你现在这份样子 被最相信最亲近的人背叛 心里是不是很痛呢 我告诉你 这些人 他们都是我杀的 都是因为你 而且 只要我高兴 我还会杀更多的人 对了 就像在沃云村那样 所有的亲人旁边 全部都在你面前 一个一个的死去 那些人也都是我杀的 难道你都忘记了吗 我不想 我不想知道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痛苦啊 是不是很想杀了我啊 你就来啊 只要你成魔 你就可以杀了我 啊 除可欲望 你费尽心思 失魂事还是落在了我手上 哈哈哈哈 啊 丁大哥 你可一定要撑住我 只有大师兄和师姐 只有靠你了 就顺从你心里的魔性吧 你不是很快乐吗 只要你成了魔 你就再也不用承受这种痛苦 你就可以无拘无束了 大力哥哥 这个世间本来就是强者生存 你就不要再抱什么蹭领之心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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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大哥 掌门说过 危难的时候 打开它 丁颖 这四字画 是血影神功的心法开篇 血影神功是蜀山禁忌的武功 此功可以和你身上的赤魂石 相互呼应 有汉天动地之能 可惜太过于癫狂可怖 先知不见者极已入魔 为了不让赤魂石落入绿袍手上 我冒险将这四具心法传你 当落入绝境时 方可一搏 丁大哥 快去救大师兄和师姐